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要轉移作文是一年 年年如此 日日如此 為什麼 這是一個規律 為什麼 你沒問題 它合哪一個理 合你哪一個理 哎呀 空的事你不懂啊 這個是星球比星球的時間有引力嘛 物理圈的引力造成的互相影響 那我再問你更高深一點 引力哪來 理造的 哪一個理造的 引力哪來 科學家只是發現的真理 從來沒有發明真理 那真理哪來呢 論理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說 一切的事物 如果沒有一個設計者跟一個外力的介入 它是趨於虛亂而不是趨於規律 而整個的宇宙是規律 你看看地球 你不要講太多 銀河系 小銀河系裡面 這個寫為小的這個宇宙裡面來講 薩衣的星球裡面 只有一顆地球適合人去住 你知道地球有一個奇幅嗎 地球有一個23.5度的傾斜度 這個傾斜度對著太陽 所以地球有春夏秋冬 如果沒有這個傾斜度 地球一直是這樣對著太陽 你就是吃到的地方火火燒死死 這跟春夏秋冬不會出現 中國古代有一句話講說 天晴見君子一致強不息 有沒有 為什麼 古人觀察 天真的是很有規律的循環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一直是這樣的運作 人應該學習春天嗎 有衡的措施嗎 才會有結果 可是古人不知道 為什麼一定是春夏秋冬 如果按照金花二人所講 一切是出於 出於偶然沒有規律的情況之下 那可能今年春夏冬冬 明年秋冬夏春 後年冬夏春秋冬 這才有可能 為什麼會有規律呢 如果這個是沒有規律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人根本不可能生存 我們所賴以食物的這些 農作物是在春夏秋冬的 這個詞曲裡面生長 栽培生長 長大皆是受割 如果你改掉了 沒有了 誰創造的 是你的你還是我的你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地球 是被一個大氣層保護的 光是銀河系裡面 就只有我們一個財 所以你看見 我們被巧妙地保守在 宇宙之間有多少的 多少的這種隕石 有多少的這種流星 到處亂打 但是打不進去 打到我們地球的時候 經過大氣層就燒掉了 看過月球沒有 月球的臉子什麼樣子 噗噗噗噗噗 我們形容一個人叫月球臉 那絕對不是讚美的詞 而且到底裂造 動不動太多 那為什麼都是地球的 你讀啟示錄的時候 有一個很奇妙的看見 啟示錄的七號跟七晚 這個前面四個號跟晚的災 都是降在大自然上面 有一個大星打到地上 有一個火球跟山一樣 掉到地上 水的泉源都變得有水 有雪的情況 這下來講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七號跟七晚的災害 就是最後整盤 最後整盤 還要打到我處 神在祂自己的恩典之門 快要關閉之前 神行使一些神蹟 讓人去思想神的存在跟作為 今天我們在一個神保守 運作的如此規律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才可以有今天的科學發展 才可以有今天我們各方面的進步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生活在月球上 你可以有今天的科學發展嗎 還沒研究出來的雨絲打來 人家的寶都來不及了 為什麼我們就生活在這個穩定的環境裡面 有想過為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我們地球的大小跟重量 都是涉及過的 我們地球如果太小 我們對著太陽 不到24小時就轉了一圈 你一天可能只有12小時 動植物的生長對陽光的吸收又不對 你如果太大跟木星一樣 56天才轉一圈 所有的植物也不要生長 但大小跟貓 重量也是一樣 你知不知道地球的這個旋轉 我們的大甲都會旋轉 如果太小 它的重量旋轉就會很快 那我們今天就在颱風裡面 我賺太快 如果太大就賺很慢 吸收不到我們需要的正能源 地球裡面氣體的比例 氧二氧化碳蛋 這個比例科學家告訴我們 是設計的剛剛好 哪來的呢 這就是達爾文進化認 所能夠講的說 一切都是偶然 不是 偉觀的淨化認 我們都接受 但是這種超越這種種與種之間 大自然的情況不是淨化來的嗎 聖經就告訴我們說 人 你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 上帝有說話嗎 問題是你有沒有眼睛看得見 整天講你把神搬給我 我就相信神牢牢把他自己寫在這裡 你看了就看不見 是你的眼睛喔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姿大 大到一種地步 要神按著你的方式來寫見 認識神不難 只要你有一個前輩的心 聖經就是這樣給我們看見 所以你我現在這個 還有一個你常常碰到 有些人問你說神 神啊 一切都是神所造 可能是人的智慧 就能夠想到這邊 那哪怕神誰造 什麼叫自由擁有 這就不合理了嘛 為什麼叫自由擁有 其實我告訴你 自由擁有按照理性的推移 一定存在 第一因first case到底是什麼 你說第一因一定有一個創造大人 那創造第一因的那個創造大人是誰 你往前無限推一定有一個自由擁有 你知道我們活在長寬高跟細節的十六空間裡面 我們對事情的想法是有限的 數學其實一想到二十六空間 你如果把科學往前推一定有自由擁有 有些東西我們是想不懂的 你譬如說宇宙大不大 很大的 我們只知道很大兩次 那請問宇宙到底有多大 宇宙那麼大 在那麼大的外面又是什麼 一定還有 好我想再大一點 那再大一點的外面又是什麼 那理性不夠用 那理性沒有答案 但是它應該是有 對不對 大到最大的情況之下 那在那個外面是什麼呢 因為你我都在長寬高跟十階的十六空間裡面 我們想事情就想到這邊 想到這邊不要太驕傲 謙卑一點吧 不要以為說我們不要造神 你剛才講那個什麼 把人神話我們不相信 但是沒有神 有神 只是你不要自己造神 神自己已經告人的存在 有人跟我講說 讀聖經 沒有什麼過紅海 這不可能的 五炳二魚餵飽五千人不可能的 五炳二魚比較可能就是 就是有那個小孩子拿了五個冰兩條魚出來 結果後來大家其實都有帶糧食 一看來小孩子的東西都不好意思 大家都拿出來帶糧食 吃完也就收了十二難 十二難 把所有的神機靈性化 彼得哪有在海上走了 彼得怎麼可能在海上走 就是彼得在沙灘上走 月光照在沙灘上 看起來好像在海裡面 所以彼得走了 我以為人腳亂的還滴下去 不可能的嘛 你如果認為聖經的神機都有可能 我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根本就活在神機裡面 你知道嗎 上帝創造的宇宙就是一個神機 我剛剛講的所有的這些問題 你怎麼解釋 你不會解釋 理性沒有答案 但是它存在 你不能夠講說 我想通了才活 你沒有想通已經活到現在 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沒有那麼難去理解 只是告訴你不要把人所謂 那麼基督的信仰 對我們看見一個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不單單有神的存在 這位神來愛我 這位神不是能力很強 是會很高 這位神願意來愛 愛祂的喜家被造的人 你說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宇宙 看見太陽 看見太陽 看見太陽就有溫暖 看到太陽就看到上帝的公益 你怎麼看 我對著太陽看 唯一看見的就是眼睛個刺 你看見太陽就看到公益了 那叫做形容刺 知道嗎 你如果是看見太陽 你看不見公益的 你看見太陽 你看見太陽 你看見很熱 那你對神的認識 公益怎麼來 公益靠著神 神堅決一個民族 神堅決了以色列人 神沒有堅決中國人 為什麼 將來咱們到天上一起關聖 反正無限的神進入到有限的人類 祂一定要選擇一個 祂願意選擇以色列人的 祂的選擇 我們接受 選擇以色列幹什麼呢 讓神跟以色列人互動 在這個互動的過程 我們對神有更清楚的認識 對人自己有更清楚的認識 以色列人是一個代表 人人也有一個代表 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人性 神跟以色列人的互動裡面 看到了神經 我們今天講神是公益的 神是聖結的 神是慈愛的 神是憐憫的 你怎麼知道 看祂怎麼對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這麼悖哩 以色列人在這麼大的音點裡面 我知道他講 整本聖經 以色列人留給我們是見戒 不是榜樣 但是神沒有放棄他們 但是神也不是溺愛 斷不移有罪為無罪的 祖哀基地裡面 神自己的宣告 耶和華有恩典有憐憫 不輕易犯悟 但是他斷不移有罪為無罪 果真 這一個神的選民 領受很大的恩典 等著他們在恩典中 對過 墮落 就按照他們墮落的結果 領受的結果 亡國 但是亡國以後 神還是有慈愛 是沒有放棄 所以有漁民 漁民帶回來 藉著神跟這個民族的互動 我們看見 你不要小看以色列人 不要嘲笑他們 其實我們也是那個樣子 我剛剛講 你什麽時候最愛神 我們跟以色列人一樣 有困難的 有需要有麻煩的 你怎麼愛神 平安的順利的 上帝你 比我忙別人 這麼多人 就忙別人 我ok 等到我下次有事再來找你 四十祭的光景 在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面 其實都常常出現 所以聖經藉著神淤 所以聖經不是以色列人死嗎 很多人打開來 以色列人死是怎麽 你幹嘛讀以色列人死呢 聖經是偉大的神 向人說話的一本神 藉著祂跟以色列人的互動 我們認知了神是因為什麽樣的神 除了是那位全知全能全在那位神 是慈愛的 是憐憫的 是公平的 是聖結的 是蠻有恩典的 是慈悲的那位神 透過祂會一直認識 也看到我們自己 我們是什麽 我們是悖逆的 我們常常想利用 我們常常不尊神回答 我們常常在神的恩典之中堕落 但是 神給我們攻堅 只要我們肯轉回 神就給我們機會 先知在十七卷大堯先知之之裏面 你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神書有時候講的就是 轉回吧 轉回吧 不轉回 不轉回 就是廣播 所以我常常講 聖經是神的話為什麽 你寫到最後就約廣播 川普就神有什麽好情 在第一世紀以前的情況下 那個時候 如果一個國家 把另外一個國家打敗 就是我拜的神 比你拜的神厲害 所以埃及 被以色列人打敗 出埃及了 所以耶和華神比埃及的神大 亞述巴比爾人把以色列人打敗 世人就認為 那亞述的神 巴比爾人的神 比以色列人的神大 這是最自然的推論 十七卷大小先知書在幹什麽 解釋以色列人為什麽 不是耶和華輸了 是這群神拣捲出來 向歷史歷代全人類去介紹 神人之間關係的這個民族 他活成什麽樣子 然後他會領受什麽樣的結果 聖經眾世的記載 你一定要活在最終 一定要按照你的方法活 一定要向你周圍不認識神人 取他們的價值觀 取他們的生活態度 你就拿了個結果 跑了 跑了 痛苦了 所以知道讀一期結束之後 你第一章的時候有看見 一期結束裡面有個難題 講說看到那個死活物 熟不熟 有沒有讀過一期結束 不知道有死活物 不知道有吃不到 你的身體又太有熟了 難怪有很多時候 你不知道該怎麽辦 那個死活物我們很難認識對不對 那個死活物是什麽 有人的面 有陰的面 有牛的面 有絲的面 有沒有 在一個天使的身上 然後各自往前走 不轉換 怎麽臭法 然後忍中待人 套通道道 那什麽東西嘛 長了半天我們就要動 啊 神學家的老半天 都倒進去死門 有人還去花船 一直死不下 你要了解那個背景是什麼 其實 天使是個例 對不對 天使怎麽會有形象呢 怎麽會找到那個樣子呢 那個聖經上了解 天使是福利的人 是不合適的 但是天使顯然可以在神的詞意裡面 按著神的詞意出現一些形象 讓人去認識 有沒有 那為什麽變成那個樣子 其實你知道 英、絲、流 這種混合的 獅子還有翅膀 保留的體 熊一個 英、絲這種混合 是當時巴比倫拜的神 他們拜受造之物還不夠 還把受造之物混合在一起 以西結書裡面給我們看見 就是神告訴以西結 以西結那個時候什麽來 什麽來 什麽時候 以西結做先知的時候 在巴巴洛河邊 都已經亡回了 看見這個意象幹什麽 打敗你的巴比倫 他們所拜的神 現在用天使的形象給你看 不過是耶和華寶座的坐車 所以 輸的不是耶和華神 輸的是耶和華神所見證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為什麽會輸 因為你沒有照過神的分布去做 控制 控制 你在講以色列死 不是 我告訴你 聖經就在小朋友說話 輸的 不是神 輸的是我的婚姻 有沒有按著神的方式去記憶 你不要以為像以色列人一樣 我們有獻祭啊 我們有祭司啊 像是像那個馬拉基叔爺一樣 瞎眼的全力都獻給神啊 然後一邊 取外方的女子 陷在祭壇上面 然後讓你用年所取的妻 用她的眼淚來遮蓋祭壇 然後以為神就是這樣 買偷就給了 就像今天真功神就這樣 給上帝略是小慧 上帝就要伺服給你 多分一點錢 上帝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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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是你的生命啊 你活成什麼樣子 看看以色列人活成什麼樣子 你就領受見面 所以宇宙真有一位神 這位神真愛我們 這位神藉著聖經向我們說話 現在是你經不定時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這本聖經啊 你如果好好去讀它的本範圍 這本書很怪 這本聖經講的是以色列人的歷史 對不對 創世紀十二章開始 亞伯拉罕出現 以後就覺得 這是這個民族的歷史嗎 這個民族在全世界多大 蛋丸之地 這個蛋丸之地的歷史 你怎麼大家要討論 你知不知道一個事實 聖經是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一本書 到今天仍然是 全世界每年仍然有一本書要在發行 聖經是所有古文獻裡面 唯一的一個有大量翻譯的一本書 聖經有將近六千多個翻譯的古文 世界的古文學 從來沒有這麼多 莎茲比亞的著作翻譯大概超過多十種 中國人的世俗人譽也沒有超過這麼多 但是小小的一個以色列 就是你的國家裡面 近在一些你們什麼什麼大衛啊 所羅門啊 這些人物全是你的人物 這本書卻發行量這麼大 翻譯出這麼多的文章 我們今天能夠把聖經 逐步翻譯 逐步恢復到快要跟原來的操本 原來的手操本 是因為我們手上有將近六千本以上的 操本的資料 古聖經 古文從來沒有 我們現在講這個 古代的這個作者 實施的這些記載 大概只有十分以內的這些超分 我們就認為那一定是真的 聖經有六千分 拿來比對比對 所以現在經文交開就知道 這都是上帝的作為 上帝把這本聖經留給我們 這位看不見摸不著的神有講話 你不要以為聖經 傳道人讀就好了 一年要聽牧師二篇道 難怪我們對於真理資力破費 隨便來一個傳道人 講的也不是真理也不知道 好聽就好 不會辨別 聖經是神寫給我們 他透過這麼大的審計 一個小小的以色列國 從人的角度來看 記載他的歷史 憑什麼罰錢量這麼大 憑什麼有這麼多的翻譯文字 留在這個世界上 神在下面說話 很多人喜歡聽神的話 哎呦我昨天晚上做了夢 不知道神如果沒有聽懂 怎麼樣 牧師啊 我昨天晚上做了夢 請問什麼意思 我哪知道你白日夢 什麼意思 整天神的話不讀 整天做夢 做了夢這個什麼起事 神的話好好讀嘛 你如果信主三年 聖經還沒有讀過一遍 你將來在基督台前 你會害怕 整天說神的旨意是什麼 神要我做什麼 不知道 哎呀牧師你為我祷告 剛剛前面幹什麼 神都不跟你講話了 神 神是我的神 不是你的神 所以你只有通過我祷告之後告訴你 這是宗教人士所喜歡搞的奧秘之書 你知道嗎 人所創造的宗教很喜歡搞奧秘之書 就是只有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混由外加 不到或者遇到了哪個什麼生命的導師 只有我知道 所以你得跟著我 你不跟著我 你不知道 這是人搞出來的東西 神愛世人 要向世人講話 所以神就賜給我們一本聖經 是幾乎全世界 現在所有的民族 你都會看見了嗎 我在中國寶山 那個立宿族 是少數民族裡面 這個立宿族 現在百分之九十都是基督徒 當年有英國一個宣教師 叫富人人 進到這個民族 這個民族裡面 這個寶山叫立宿族裡面 那個民族那時候沒有文字 他替他們發明文字 然後怎麼樣 把聖經翻記出來 我看到那本聖經這麼厚 連這樣子的一個少數民族 上帝也沒有忘記嘛 拆敗他的夫人 就進去做這個工作嘛 寶山現在還有一個 夫人人目的那個地方 神愛世人嘛 所以他就寫了這一本 借著這個民族來說話 你可以去檢驗 借了這個民族說話 而人所需要的真理都在那邊 聖經神不是帶領你明天會不會下雨 後天該買兩支股票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 重點是你行事為人 你安定他的情況說 你以為你這邊活出來 聖經不是告訴你說 你該投資哪個房地產 聖經告訴你說 怎麼種怎麼收 你要怎麼樣做生意 你要去準備 做了20年生意 所有的裝備要準備 你不是說今天我信耶穌了 我就每個禮拜天做禮拜 然後我買什麼股票都會賺 你就跟那個考年考制準備 一科的情形是一樣的嘛 誰告訴你基督徒做同志做生意 不要賺業去研究 大家都在下功夫嘛 哪信耶穌有什麼好處 不信耶穌也是這樣 信耶穌也是這樣 當然有不一樣啊 你盡了本分之後 賺錢了 你不會驕傲 你懂得怎麼樣用錢 沒有賺錢 你不會氣餒 你能夠在身邊 有一個平衡的心態 面對這個世界 光是真的就不得了了 這就是無價之保了 誰告訴你信耶穌之後 什麼都不必努力 我這陣子在裡面 教會你的施風神 然後你就可以賺錢 你在做什麼 你在做什麼 你們有聽過 有一個華裔的求員 叫林書豪 我也喜歡大藍球 以前念書的時候 在學校有大藍球 林書豪有段時間被叫林奈福 林書豪突然間在NBA崛起 是一個機會 他本來是替補出員的 後來在紐約尼克隊的時候 剛好那一陣子之間 他們那幾個主將都受傷 就給他機會了 他就成為先發主任 結果我們要來有機場球打得特別好 一上去之後 三分九個方來都進 美國報紙 這個媒體就馬上來 林奈福來了 然後你就發現 有一批基督徒開始跟風 然後就說 上帝附身在林奈福身上 哇 所以你看他一九一五五五 快結束了 排餐七秒鐘 一個遠處進了 三明九贏了 上帝的時候進出多好東西 你看看信耶穌多好 成功成學的人馬上出來 你看看信耶穌 零來風 他就得分就得分就得分就進了 哇 那一轉子是風啊 第二年 林書豪已經是名將了 可是第二年開始 林書豪的命運就不一樣了 你是二線球員上來打的時候 對方派的是二線的球員在防守你 現在你出名了 各隊全是精英人在防守你 一線的都來了 這下子林奈福你不太厲害了 啊 怎麼 現在上帝不服服的呢 你就發現後來林奈福 林書豪打 很多在NBA一流的這些球星 林奈福也可以出名 我就專門盯你 我打得比林奈福還好 我就出來給他媽 所以那幾年林奈福就很辛苦 一抓就很辛苦了 到現在為止你也看見 林奈福在 林書豪在NBA的球技的位置上 其實一直是 必不是那個最大大的 那怎麼樣 現在成功成學要不要再講 上帝就服那個五分鐘 就服了那一劑球技 這兩年 上帝就不服成功了 那林書豪信耶穌幹什麼 林書豪在成功的那段時間 在亞洲各地辦一步道會 我看到了他的視頻 林書豪是淨淡 少數在辦步道會裡面 勇敢的講罪 講人要向罪轉回 要接受耶穌做生命的主的那一位 現在的步道會都在講的東西裡面 信耶穌好的不得了 信耶穌可以發財 要不要耶穌的福分 要的人請舉手 大家都幾歲 感謝讚美主統統得救了 這什麼東西啊 還有一個牧師 不知道會更厲害 要上天堂的請舉手 誰要上 那都舉手 好啦好啦 今天大家都得救了 亂七八糟 神很愛世人 你沒有告訴人 怎麼樣得到愛 你如果不透過認罪 不接受祂是你生命的主 不下寶座讓祂長王全 不接受耶穌所欲備的全然 救人主 你怎麼得到神啊 難怪有些人信耶穌信得怪怪的 信耶穌進來了 就是耶穌要保護你 還保護你 還保護你還保護你 還保護你還保護你 耶穌教會裡面也辦個活動 需要全保護 需要怎麼來做 你所有的本分要進來 那林書豪信耶穌他的好處在哪裡 林書豪有保護 還保護一些見證 那個見證 不是說他每一場球都投進那個名字 那個見證是什麼 你看見在NBA的球員 這幾年競爭裡面 他們常常怎麼樣 常常因為勝負 已經沒有運動加精神 兩個球隊對抗的時候 你死我活一樣 對方的球員摔在地上摔個半死 沒人去扶他都要自己的人來 你仔細細細看 林書豪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是NBA球員裡面 率先的去扶起對手的那個人 打球都打壓撞在地上 他都把對手扶起來 林書豪擺出來的見證 是當他成功的時候 當他聰明的時候 沒有驕傲 他把龍教會給神 現在他沒有那麼聰明 現在他不是那麼一線的 美國的很多人在球團裡面 對他的評價越來越低了 他沒有崩潰 他沒有問說 神啊你跑哪去了 他繼續在那位置上哪 這叫做見證 神功聖學號最荒謬的任務 你只有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 上帝你要有錢 你要成功 你要傑出 你要成為精英 你才能夠為上帝做見證 聽起來很鬧地 再搞一個什麼財富大專業 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不做事財富就來了 多好啊 不是真理啊 成功聖學號很容易踩穿 請問一下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是基督徒 是嗎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是基督徒嗎 你去看看 美國的十大企業裡面 基督徒有幾個 NBA裡面 球打的最好的是基督徒嗎 不是 那你說我們基督徒發財 你發財財 你說我信耶穌 那我發財很好 那個人說老是不信耶穌 牽在那邊好多 那你說吧 喔 林書豪有耶穌復生 托蘭得分 老邦Jance NBA現在的頭號 他們叫他皇帝的這位人 不是基督徒 他倒的球比林書豪好多了 你倒半天耶穌復生就那麼一季嗎 我是每季都倒 那你去做什麼呢 喔 是這些 怎麼送 怎麼送 是一個原則 不信主的人 他打籃球好好練 他偏偏的努力 像這些NBA的直線周圍 他一定會求得到 怎麼送怎麼送 但是他打成命了之後 效果不一樣耶 美國的NBA雜誌做過統計 美國的這些高級的NBA球員 年薪上千萬的 退休之後 百分之七十的 年薪上千萬的NBA球星 現在破產 除了會打球 別的不會 驕傲揮霍 有個非常有名的 所以這兩年才出現 一個叫做Everson 那個是運球贏得非常好 連白球都守不住的這個球員 現在破產 房子被拍賣 但球打了好不好 好 但他的品格 不會不會說這樣 揮霍浪費暴力 上帝真正給我們的赤福 不是像人所講的那麽虛妙的 就是讓你有錢讓你成功 上帝要的是你的生命嘛 整本聖經給我們看見的是這個球數 神有沒有可能在祂的主權裡面 一個人生病的時候 得癌症的時候 神就讓他好了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是神的主權 但是你會發現一些事情 神好像不常這樣說 對不對 我說基督徒不要搞獨場文化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所有的神醫步道 有些怪怪的 怎麼怪怪的 你有沒有看見現在的神醫步道 有哪個地方 古道會講說 我們的古道會 下次看見全聖星座大麻風格天天 有沒有 絕無僅有 蛤 死人復活 有沒有看見 沒有 大部分都是什麼 腰痛 好 頭痛 偏頭痛 好 然後好了之後 隔了兩個禮拜又回來了 我們教會有個指揮說 我有常談教 去那邊各位也好 很高興 隔了兩個禮拜 各位知道 那腳又回來了 那是奇怪的 我們沒看見耶穌的神醫行完之後 這個蝦子看見 過三個禮拜 又有蝦子 沒看見 怎麼現在的情況下 我告訴你為什麼沒有很簡單 在今天網路科技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如果真有一個蝦子看見 缺了情罪 道片拍一拍 全胎都傳開來了 為什麼沒有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什麼現在講什麼 頭痛 腰痛 醫學上叫做精神觀能症 精神觀能症 群體治療法 早就引出來了 在一大群人在一起 倒泡 嘗刺 在這個氛圍裡面 也會瞬間的產自生 產生這種 好像已經有好見 比較多 請注意我下面說這樣的話 我完全沒有否認 今天仍然有神基的可能 但是那是神的主權 第二個 請注意我下面說這樣的話 顯然神基不是神今天傳福音的主要工作 否則的話不會像今天都起的多少 為什麼 為什麼 有神基的證據 聖經裡面四個很重要的時期 是神基最多的時候 第一個 摩西的時代 第二個 伊利亞 伊利莎的時代 第三個 主耶穌在世的時代 第四個 福音廣章十度現在的時代 這四個時期裡面 神基最多 為什麼 你看得出來 神基的目的 不是使人得救的途徑 羅馬書講得很清楚 信道是由聽道而來 聽道是由神的話而來 真正一個人得救不是看神基 以色列人過紅海神基大不大 夠大吧 你如果走過紅海 你會不會說我從此一生跟隨主到底有沒有感應 會不會 我們就是沒經過而已 如果我經過因為這樣做對不對 我告訴你不會的 你也不會 為什麼 以色列人過完紅海之後 兩個月在曠野流水河就抱怨 以色列人在曠野第一代的人 一個倒閉曠野的那個第一代的人 全部經過紅海 在埃及看過時代 神基寫在這裡 告訴你神基不是救人的途徑嗎 那神基是幹什麼的 神基有一個特征 凸顯那個行神基的人 然後聽他所講的話 是證明的 摩西從曠野來 要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哪個從哪個算 你叫我們出埃及就跟著你走 你誰啊 我今天從美國來 各位弟兄姊妹們 明天把房子賣 我帶你們去美國 空姆斯 你時尚還沒調過來 回家睡醒了再來 你不會相信嗎 摩西當年不就是這樣子嗎 看你也四十年 沒人都跑掉了 現在回來說我要帶你出埃及 你誰啊 十大神基透過他的手出來 這個人不一樣 然後呢 聽他所講的嘛 所以為什麼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 過了紅海之後 他基本上不是立刻進加南地 他帶到西乃山去半步律法嗎 出埃及記十九章第五節講得很清楚 把你們招出來做屬神的殖民 教你們做聖節的國民 做基石的國度 那你怎麼做聖節的國民 基石的國度 半步律法 聽你所講的嘛 那是神經的目的 以利亞 以利沙的時代 那是亞哈王的時代 那個時代是以色列人 這個神的選民 本來要他們在這個世界上面 去享受激利青山上的祝福 結果他們要轉向走以巴魯山上的咒詛了 在耶穌別的營下 整個民族要轉向去拜巴黎 神差遣以利亞 以利沙出來 在那個時代 叫做中流蝶豬一樣 攔住這樣的作為 提醒以色列人要轉回 以利亞 以利沙 你是誰嘛 從來歷史上沒看過你這個人 你是祭司嗎 不是 你是君王嗎 不是 那你是誰嘛 大量的神集水的這兩個人 聽他所講的話 所以以利亞在加密山上講說 若耶穌華是神 你們就當中山偉大 若不是你們就跟隨別的去 以色列人敬謀不勝 以色列人偉大了命 不講話 看你變什麼系 我從天上降下來燒過所有的祭壇 你跟利亞講的是真的 但是你覺得神地真的可以救人嗎 神跟以色列人有轉回嗎 有因為看見這個神地之後就沒有嗎 沒有嘛 連以利亞自己後來心情都軟弱 當耶穌別要殺他的時候就跑了嘛 跟神抱怨嘛 以色列人說只是想我一個人沒有想巴黎屈膝的神 會留下七千塊 神奇有那麼大的功能嗎 耶穌基督的時代 我們今天講耶穌神來做人 約翰福音講道成道成這是真理 那耶穌基督的時代誰知道你是誰啊 你看看拿在野角 拿撒勒喊能夠出什麼好 耶穌自己的兄弟也不信任他 大量的神奇隨著耶穌做出來 聽耶穌所講的 你去看約翰福音七個大神奇 每一個神奇的背後都有一篇群奇 使徒行傳也是一樣 彼得、約翰、雅各 雅各雖然很早就訓動了 彼得、約翰出來傳福音 你誰嘛 你打魚了 你教我怎麼打魚就好了嘛 你講什麼福音呢 神奇奇是誰的 美門口 那個瘸子向陶祖提到 彼得說 金和果銀我都沒有 但是我奉拿撒勒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神奇出來 聽彼得這麼講 彼得站在聖殿裡面 五軍節站起來講道 你誰啊 後面的神奇其實是隨著 經歷 保羅要出去做福音工作 保羅是一個何等抵擋神的人 大馬射路上經歷神奇 神奇到他 一身跟隨著 在傳福音的過程裡面 遭受各樣猶太人的逼迫 經歷那個監獄斷開 希拉跟他人在監獄裡面唱歌 他們這些經歷 然後他們奮力為主了佛的天真 今天這個時代 為什麼神奇沒有那麼多情況下 因為神講的話已經成熟了 今天沒有哪一個人跑來講說 神告訴我什麼 跟這個時候不一樣了 沒有了 神今天更願意的是我們好好的去讀神的話 然後去遵行 讓神奇發生在你身上 發生在我身上 不是接著別人做個外帶的神奇 一個人願意被神改變 願意謙卑 願意扭轉自己錯誤的價值觀 轉回到神的念頭 那是最大的神奇 難道你今天還需要靠其他的神奇來支撐你嗎 不需要嗎 問題是說我們了不了解 今天聖經已經陳述 真理已經在這裡 那請問一件事情 你真的知道這本聖經講什麼嗎 你只能知道這本聖經裡面 有講很清楚的夫妻相處之道 同時我知道 就是丈夫要愛妻子 如同基督為教會舍起 妻子要順服丈夫 然後 這本聖經就這麼兩句話 怪不得你婚也搞得一塌糊 不只啊 從秋約到新約有非常多夫妻相處之道的教导 不知道 有些人對於聖經的了解 一口一口很奇怪 花很多在北美 花很多的時間去解釋聖經 卻不明白聖經是寫給每一個人的沒有那麼的複雜難懂 聖經最重要的是讀完樂出遵行 今天有的人喜歡查經 大家查經 你也查過我也查過 老子非得查出一點你沒看到 要不然哪裡突顯出我的厲害 大家上網搞資料 反正現在很容易 早來之後我在這裡講一天你沒有聽過 眉頭眉尾的 聖經有很多隱藏的奧秘你知道嗎 你都不知道啊 我告訴你很重要 聖經裡面要一個反覆地讀它裡面 深一層的意思 聖經是這位天父向他的孩子說話 你爸爸怎麼跟你說啊 但是我跟你講完一句話之後裡面有深層的含義 我今天寫一封信給你 一個爸爸寫信給兒子 我傍晚五點半的時候要坐飛機回來 你到機場接我 兒子收到這封信 這封信很聰明 傍晚 表達父親靈命在軟弱中 五點半太陽下山 生命已經沒有光了 坐飛機回來 飛機是靠近神的地方 所以父親在靈命低落中想轉向神 要我去接他 要我效法他要脫離黑暗經過 哇 父親的信太鬧了 通通給我解明了 結果五點半忘記去接吧 我聖經動真的給你 話都不一樣 我跟各位講 聖經是神寫給所有的兒子 不是學給博士 不是學給神學教 不是學給嚴禁家 聖經沒有那麼難懂 沒有那麼多隱藏的真理 聖經的真理很清楚 照著驅逐 活出來 很多人很喜歡參加查經代 你知道 有些人的查經 也可以成為他驕傲之道的 也值大一個方法 不是 聖經沒有那麼艱難 有人講的聖經大概就是不愛提的難題 歷史歷代的神學家 解經家 神的聖徒 已經把這些難題都替我們解開了 聖經最重要的是 你還是會去遵行 所以你有沒有去遵行 這才是很重要的 在這個裡面 學出生命裡面的競爭 所以 今天在這個時代裡面 每人以自己為定標準 你就混亂 聖經是個標準 這個時代裡面 信誕主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偏差 是個人以自己的情慾為標準 以情慾為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態度 本身也造成一個很大的 今天這個時代 滿足私慾 達克叔告訴我們 私慾求快樂才就生出醉來 醉季漲成就生出死來 很多人就活在這個裡面 我記得我做生意的時候 有一個企業的老闆 這個老闆非常的潔出 其實我很遵意他 他跟我有點光顏之交 每天早上五點半他就起床 企業的老闆 可是台灣非常大的一個企業老闆 很認真地做事情 那時候他在證券行裡面服飾 那時候台灣的證券只做到中午 忙忙忙 他一個人長袖散 非常多的生意 在台灣那麼多的證券行 證券行很賺錢啊 證券行有點像賭場做裝的一樣 你買股票都有輸贏的 證券行有輸贏的 所以他是穩穩賺買的 賺很多的錢 但是呢 賺完錢之後呢 到了下午結業之後呢 這個人的生活上面 就充滿了這樣的一種 這種放蕩 這種放蕩 樓上只有蓋八層 樓下蓋了六層 沒有人地下室蓋那麼多 地下室蓋那麼多 你要蓋一百多層 樓上才八層 樓下蓋六層 因為最下面一層 就是他個人的這種 遊樂環所存在 為什麼要放在第六層呢 地面上有門位 老婆一來立刻通知 公司長 老婆來了 下面馬上收視 因為六層樓慢慢來了 那個人啊 錢賺很多 但是他的吃生活就是這樣子的 隨便平安 有一天晚上 我記得十一點多的時候 突然間打開他給我 那時候我們跟他有一些聲音上的話 他叫我為小寇 小寇 你出來一下 我有事跟你講 我說晚上十一點 為什麼是你明天這樣 不行一定要今天晚上講 心理上的狀況 不要說我們跟他合作的 哪一個狀況 可以一直出的狀況 港太開車 約在台面是一個非常好的咖啡店 他就 誒 簡直看到他一個人坐在小 坐在別人面上 我就走過去 這什麼事啊 這麼久找我 誒 他在哭 還在流滿臉 我現在已經想 糟糕了 這一定是出了什麼大事的 那他就趕快下來 怎麼碰到問題 怎麼要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我就說 你不講什麼事啊 他為什麼這樣 他看到 小寇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 沒有人真心愛我 這十一點把我叫出來 說沒有人真心愛我 他心裡面有點火 不過我後來也覺得神有給我吃虧 我看了他 我就問他一件事情 我說老婆 你有什麼資格講這句話 你何嘗真心愛我人 你不會就是用錢去買 買就只能買到這樣子 你要他的人 他要你的錢 他要你的錢 真心是要用真心去還 真心是要用真心去還 你的太太 走在台北最好的別處裡面 一個人 你在外面說沒有人真心愛你 他看著我眼睛 燈得好大 叭叭叭叭叭叭叭打在我肩膀上 你說的對 人對這個世界的人 是目省的眼睛 你以為你在婚姻裡 我要倒一個女的兩個女的 你真的就比較幸福 真愛 是用真心去賣的 你如果沒有真心的愛一個人 你有再多的錢去買 就是買這些 這個世界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之下 它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 每一個人都以本位主義 功利主義 交換主義成為一個基礎 你看看今天這個人 以自我為中心的現象非常明顯 基督徒被聖經的真理教導 要從這個錯誤裡面轉回來 不是什麼事情 唯我獨尊 天下的人都為自己滑 今天在這個中國人現在的一個時代 少子化的時代裡面 很大的一個危機就是做父母親的 把孩子訓練成唯他獨尊 全世界的人都要配合你 我在北美 牧養北美的教會 這裡面有很多都是兩岸三地 成人成鳳的人 可是為什麼這些人 都是國師學位 在公司裡面一起住 年薪算起來百萬百萬美金 住的房子是三十百萬美金的房子 可是他們要做婚姻負擋 有一個姊妹跑來告訴我什麼故事 我那個家跟地獄一樣 她跟她丈夫兩個人在家裡面 從那個走廊的兩邊走過來 走過來快要相近的走 兩個人同時坐身 早晨走 痛都懶得碰你一下 那個丈夫晚上睡覺 要不睡在臥房裡 睡在書房裡 而且要把書房鎖起來 為什麼呢 她幫她太太半夜來把她給燒 兩個人搞到這樣子 她說我跟房子變地獄一樣 我說哎呦怎麼樣 你那個房子對很多中國人來講 跟天堂差不多了 怎麼會變成跟地獄一樣 原來我後來發現 原來這個養成的過程就是出問題 今天我們做父母的 孩子從小到大 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念書 別的都不必 其他我通通就做好了 你只要全班跑第一名 你只要成績都是A都可以 你只要考到了A 今天晚上媽媽做出來的菜 孩子只要眉頭稍微皺一下 媽媽馬上回去趕快換一道出來 都來 千萬不要做假事 什麼都不必 時間拿去讀書 家裡面你只要做的沒頭 不高興拿到大陸 你只要拿第一名 只要拿第一名 只要給我考到最好的大學就可以了 將來到美國去拿博士 拿完博士好好做 你成龍你成鳳 我這個做媽的就工程 他真的做到你 以後他在美國真的拿到的博士 博士當然要取博士 當然要嫁博士 所以他就找一個門道部隊 好高興 以後兩個博士 兩個從小都是這樣長大 然後生活在一起 那叫做災難 以前我們中國人 男人賺錢 女人價格跌半 老公賺錢 老公脾氣不好 你忍著算了 因為反正就是他賺的東西 現在 現在的太太講 老娘賺的錢不比你少 你知道百萬點心本人也是 你說家是 從小到大我媽做的 你做 為什麼叫我做呢 從小到大我皺個眉頭 全家人配合我 那個丈夫說 老子也是啊 老子中小也是一句一名啊 我在我家裡我做個眉頭 我爸就趕快去做事了 那現在咱們倆都在做眉頭 都以自我為中心 這樣子經營的婚姻 你有錢 你有固執 你也有董拜 你沒有幸福 因為你認為全世界的人 都應該繞得你轉 婚姻不是這麼來的 錢對你變成災難了 還有一種自我中心的態度 你有沒有發現 在婚姻生活裡常常出現的就是 我可以你不行 有一次我做一個婚姻服務 一對夫婦還跟我講 太太哭 說我丈夫太過分了 什麼事情太過分了 他每天晚上要送哪一個同事回家 那個丈夫就說 哎喲你這樣講話不公平的啊 你知道這個同事 剛從大陸來到美國 丈夫也沒有來 就他也沒有來 他沒有車我也開車 我們基督徒是比較安心 被國基督徒的 這包子給我走來了 所以我就接他嘛 他在說我沒有反對你接他 但你把他送到了 為什麼還要在他家門口 談話談半個小時啊 你就回來嘛 哎喲 人家一個人有苦悶嘛 那苦悶的我只能陪人家談起來的話 那你講半個小時也完了 現在怎麼講成兩個小時了呢 有那麼多話有那麼苦嗎 想要講那麼多嗎 他在我們就說 你太沒有愛心了 你像基督徒嗎 我們基督徒有愛心 知道嗎 我就幫他嘛 好想要那麼嚴重 我說等一等等等等 我就跟那個丈夫講 你太太心想對你的作為有意見 你們公司就只有你一個人會開車的 這麼多的同事特別大家幫我 一直要找六個人 每過一天一個月上班五天 一直要找五個人 一個人輪流手一天 大家寫一下 他有很多的苦內要討論 你可不可以帶你太太去跟他討論啊 就你們倆討論 他是女人你是男的 你懂得多啊 很多他的苦內你不懂 他有生理親友吧 你怎麼懂啊 怎麼認真非要這樣做呢 你要有智慧嘛 你太太是你生命裡面最重要的人 你說他嫉妒也好 他小心也好 那就是他的感覺 在你們沒有結婚以前 他的任何感覺對你來講都是聖旨 現在呢 結婚這麼多年了 孩子也給你生了 他的感覺變得不重要了 牧師我覺得你這樣講也不錯啊 但是我還是很有愛心的那個人啊 我都好 你一定要不要講 那我現在就問你一件事情了 你的太太現在每天晚上送一個幹同事回家 送完的時候在她家門口 兩人坐在車裡面逃半個小時 然後逐漸延長到兩個小時 每天都這樣幹 你有基督徒的愛心嗎 你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做 你不能做 我有基督徒的愛心 你那個愛心不必那麼多 這叫做本位主義啊 我告訴你 連基督徒都在搞什麼意思 為了自己的一些私欲 到了四十歲左右了 人也沒有太大的把握了 我們終年逐漸忠厚了 哎呦 居然還有一個女的對我很有意思啊 全公司那麼難的就叫我送她了 感覺不太一樣了 逐漸從男女的這個心裡面 逐漸失去了方向 現在又找回了我的青春 你在你自己的私欲裡面 加上一大堆基督教的愛心 身為一個皇 然後每其名的愛 一個人的愛 如果沒有聖經真理就記住 那叫做迷戀 那很危險 有一次我在團體裡面 有一個子妹在做見證 好高興喔 我這時候回到大堆去了 你們猜誰來接我 誰知道誰的情人 是我初戀的情人來接我 老子熏涼淡腦了 還有人喜歡 在那邊打穴狂 上回我把她找來了 我說怎麼樣 我對於你的見證與意見 我對於你的見證與意見 你有沒有考慮過 你這個初戀的情人的太太的感覺 你有沒有考慮過你丈夫的感覺 你陶醉在你自己的感受裡面 唉唷 我現在除了我已經結婚了 都有孩子好幾個 現在如果初戀情人 大個電話就來接我來 她帶來怎麼想 你丈夫怎麼想 你丈夫如果今天回到中國大陸去 跟她的初戀情人喝杯咖啡 你覺得怎麼樣 你看到人的本性 我們如果不在神的真理上面 弄清楚我們的方向 我們很容易這樣子 失去我們自己所要做的一些事情 今天聖經是一個前面的導迷人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聖靈的那一座 成為我們的體系 這是基督徒一個很大的福分 你知道嗎 今天有的時候教會見人 把聖靈的工作搞得七七怪怪 大家樂天怎麼辦 聖靈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樂流 從上面搬起來 很麻的感覺 你會不會說謊言 你不會說謊言 小心你都沒有聖靈怎麼辦 你有一些時機其實有意義呢 把聖靈的恩賜 跟聖靈在我們身邊的作為動環 聖經這麼厚一本書 屬靈的原則有這麼多 聖靈叫我們想起神的話 叫你在每一個處境裡面 去知道你該怎麼樣做 當你要犯罪的時候 當你要走偏的時候 老鬼要出來的時候 前面有聖靈對聖經的原則帶領 裡面有聖靈內部的感動 一個真正順服聖靈的人 叫做聖靈 什麼叫聖靈充滿 充滿你的感覺是什麼 一杯水 只有半杯 我們把它充才充滿 那聖靈充滿了 你有二分之一的聖靈 所以我給你充充 變成百分百聖靈 是這樣子吧 聖靈是三位一體真正的一位 你充什麼 聖靈對於每一個人來講 只有有根沒有兩件事情 沒有什麼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需要你充滿聖靈 聖靈充滿 指的是一個聖靈內豬的基督徒 你是不是全然順服聖靈 是這個啊 聖靈是一個很重要的 有人講說聖靈啊 我求你來 聖靈啊 你是不是知道聖靈 不是你我求來的 約翰福音十四 當裡面講得很清楚 主耶穌說 我要求父 付給另外吃給你們 寶貴師 來是聖靈聖靈 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這主耶穌為我們求來的 以佛所說裡面告訴說 你們聽見了真理的道 就是基督的福音 既然信祂也受了祂 就領受了聖靈做引擎 每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聖靈已經在生命裡面 你還聖靈啦 聖靈已經在你裡面 你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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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聖靈在每一位基督徒生命裡面 你需要做的事順服聖靈 聖靈所講的話 不會跟聖經所指示真理相違背 因為三位一切真正 他們同樣的一致 所以你是在聖靈的感動裡面 做這件事情 基督徒有個很大的福氣 你活在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裡面 有神吃的聖靈在前面道義 你要聖靈大理 又有聖靈在你生命裡面提醒你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順服聖靈 加拉太書裡面講 要我們怎麼樣 要我們順服聖靈 不要順體肉體的死予 羅馬書講 鐵鐵肉體的就是死 鐵鐵聖靈的難是聖靈 加拉太書後面又告訴我們說 不要施欺聖是欺瞞不得的 人種的是什麼 收的也是什麼 順著情欲撒的我們從情欲說白話 順著聖靈撒的我們從聖靈說白話 順著聖靈撒的我們從聖靈說白話 聖靈是神吃給我們今天很寶貝的理由 這不是我們今天搞的神神秘密的 你有沒有你搞的半天 你會不會說方言 你不會說方言就不會了 不是這樣子 方言言是神給人的一個恩賜 這個恩賜顯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有 神隨自己的意思 把不同的恩賜給不同的人 神沒有給你你都不需要 就告訴你不需要 神給你什麼你好好發揮吧 所以我常常講我做過一個節目 我講得很清楚 聖靈你只要抓到兩個 方言你只要抓到兩個原則 第一個它不是得救的憑據 第二個它也不是神聖的憑據 這兩個都不是 那它是什麼 它是神給某一些人 幫助他們跟神建立生命 在神裡面被建造 被建造 那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聖靈可以建造一個人 圖聖經也可以啊 有大叔裡面講什麼 在自身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 好不好 然後無神的話 一樣也被建造 我們基督徒 有這麼大的福氣在這個地方 你是靠著神往前行 這是我們需要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在這樣子的一個氛圍裡面 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是什麼 後現代主義 一切講包容 講接納 講妥協 這就是現在的 所以在後現代主義之下 今天生活的這個時代裡面 基督徒成為一群最討厭的人 知道嗎 因為你們一天到晚講 只有你們是真神 別人都假神 怎麼那麼霸道呢 大家都要和平相處嘛 什麼叫只有你們有絕對的真理 我們其他人都沒有 在後現代主義裡面來講 基督徒都被別人了 因為覺得你們很霸道 因為覺得只有你們是真的 別人都假的 那有些基督徒就覺得說 好想你死亡 你要一天到晚說 只有我真的沒有 就變成討厭 乾脆我們也討厭 有一個牧師 居然在一個很重要的 安息禮拜 他講說 參加人有很多各種各式朋友 各類的人都來 他說你們個人向自己的神祷告 牧師是這樣子講的 妥協到這個地 你不知道只有一位真神 個人向這個人神祷告你 你知不知道真理本身就有排查性 大家都是講的時候很容易暴露 反正我也講 我在造神 你也在造神 你造你的神 我都要造我的神 大家相安無事嗎 我們沒有造神 我們有獨一的真神 自然有獨一的真神 有從獨一真神而來的絕對真理 你那個沒有神 自己造出來的神 自己人跟人之間形成的這種 風氣也好 潮流也好 那人自己選的 那不是絕對的 有一個人 舉個例子非常有意思 他說有一個人有五個乾爹 有一天這五個乾爹 跟他爸爸坐在一起開會 那五個乾爹就說了 還有老熊 你幹嘛非做爸爸 咱們都是乾爹嘛 你也做乾爹嘛 好不好 妥協一下嘛 包容一下嘛 尊重一下嘛 你真的跟爸爸怎麼做 好啊 那我也做乾爹 你覺得幫忙一起了 爸爸一定會講說 什麼真正好 我就是爸爸嘛 你們是乾爹 只有我是真的嘛 那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極端啊 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偏激啊 你這個人我怎麼非要只有你是爸爸呢 因為我就是爸爸 你們不是嘛 真理的排他性不知道啊 後現代主義 因為不相信有絕對的身份 也不敢強調自己是絕對的真理 所以就把真正的一切 大家一起啊 他開始我們來炒 我主當這樣 你主當那樣 現在後來發現炒太累 因為也沒有絕對的真理 也不是標準 所以好吧 你愛成人就知道 你喜歡辣椒口味的 你喜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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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喜歡什麼 美國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發生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美國這類基督教立國的國家 居然通過同性戀回復法案 很多人舉知識人權 要尊重人 懂嗎 他有這種傾向 就讓他接受 所以我們要接受 法案通過 其實在加州很有意思的事情 加州其實同性戀回復法案 在公投法裡面是通過的 可是美國居然用憲法來告 可是美國居然用憲法來告 基本上來講 他有一個更大的法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這樣的情況 哎呀 基督徒很糟糕 通過同性婚姻法之後 在麻州立刻舉出另外一個婚姻條例 叫做什麼 我們要主張一夫多妻一妻公夫 這也要大家通過 結果這條法案已經通過過 很多人都反對 其實這兩條法案 基本立法的精神是一樣的 你說他有他的權利 他願意走投資人 你就不要管他 那我喜歡一夫多妻 你不喜歡你不喜歡你一妻一夫嗎 我喜歡我一夫多妻 我老婆不講話你講什麼 可是這條法案就不能過 投票結果 贊成的人很低 為什麼 全世界大概只有千分之六的人是同性戀者 絕大部分人贊成同性戀者 被發現跟我沒有太大關係 可是一妻多妻一妻多妻 一夫多妻 那跟老子有關 一通過之後 我老公都跟別人在一起了 再一通過之後 我老婆一大堆小王 那都不行 你真的像你所講的一樣 那樣子的尊重人權 那樣子的尊重人權 你尊重的是你自己 一死就知道 但是後世代主義就是 那樣子的獎包獎監 所以基督徒被拍子 各位弟兄姊姊給講 你要在這個世代裡面活出基督化的家庭 不容易喔 很多人會嘲笑你啊 很多人會覺得你沒用啊 早幾年我在中國服侍的時候 有一個民間的傳話 真是很不好的 但是這講出一個心態 作為一個人呢 家外有家 人上人 你除了有老婆之外 你後面還搞個三個家 四個家 人上人 人 家外有情婦 二人 你知道 不起另外一個家 至少會有紅份自己 家中只有一個老婆 三個人 因為你只有一個老婆 你沒辦法辦法 你會搞其他的 你看見沒有這個世界 你明明活在罪裡面 我卻要把我的罪美光 拿完一些年輕人出來 對啦 我看一下他們一學 我們要家外有家 拼命賺錢 賺完錢之後 老婆 我會顧你吃 顧你鑽 顧你用 安心 我在外面 你會做生意很辛苦的喔 你知道了 要交接應酬喔 要風上作息樓 要做各種東西就來 錯誤的價值觀 引起整個風潮 這就是今天這個時代 你可以看見這個時代裡面 有充滿這樣的情形存在 其實在今天我們面對 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需要神的真理 對我們指引的方向 有一個故事 講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幫助我們 很大舉了解 在中南美中有一個宣教師 這個宣教師結束完 他在那邊宣教我們說 要搭飛機回美國 因為飛機還有一段時間 他也沒有吃飯 他就在機場 就在機場吃飯 就發現 在那個機場的大廳 那個窗戶外面的 有一個小孩子 坐在路邊騎討 這個宣教師就 抓了側影之心 他就站起來 就到外面去 去幫助這個孩子 結果走到他面前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孩子 他簡直就是殘破不甘 而且衣服也不知道 整個一條腿啊 都潰爛 然後就用很多的那種 破鋪啊 一層一層的把那個潰爛 熬起來 熬起來 這個宣教師有醫生的背景 所以這個宣教師 就到了那個孩子的背景 說 我可以給你錢 但是我可以給你更多 你讓我幫你把你的傷口打開 佛有帶醫療下 我可以把你的消炎的問題 處理掉 這個孩子不肯 這個孩子說 你給我錢就好 你不需要解決我的問題 雖然那個宣教師說不行 因為你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你的腿發炎到後來 你可能會有很大的病發症 雖然說 你讓我來 他就拿出剪刀來 就把那個孩子的褲子穿開來 那個孩子就掙扎 他說你讓我來 我不會 我可以給你錢 但你讓我做 那孩子一看他說有錢 就變成這樣 然後他把那個孩子的傷 布啊 從那個孩子的傷口上剝開 你知道那個血跟那個膿 都已經跟那個布連結在一起 所以你要撕開的時候 他其實是非常重的 那按鈕去錢 那個醫生 那個宣教師跟這個大家說 一定要拉開來 你拿著布 包著布沒辦法做 我把你全部都拉開來 就認識把它拉開來 很痛 拉開完了之後 宣教師把笑顏腰插上去 然後重新替它保護起來 你拿著布 你知道有很多時候 在我們生命裡面的陰暗面 我們就像這個孩子一樣 婚姻跟人家打開來 我們有很多時候 家醜不壞養 我們寧可往地台底下上 也不要在神的真光裡面被處理 我們有很多時候 在這種傷害裡面 已經有太長的時間 我們已經被傷害了 沒有感覺了 你知道主耶穌的真光 還做什麼事情嗎 祂就是把這個打開了 打開的過程是很痛的 但是打開才是真正的意志 你的家 願意被傷打開來 你現在被困在了這種人際關係裡面 你願意被打開 不管這個傷害是來自於人 來自於原生家庭 來自於你自己的個性 或者來自於一個有罪的時代 所造來的傷害 你知不知道神都可以一致 但是神要顯得打開 約翰福音裡面講說 光照在黑暗裡 黑暗卻會接受光 但是你真的要得醫師 你必須接受光 你說婚姻輔導有什麼技巧嗎 有什麼特殊的方法我不知道的 我來學兩招回去呢 我為什麼要花將近四個小時的時間 跟你們重新談心呢 你如果只是學一些技巧 你卻沒有跟神有一個真正正確的生命關係 並且你願意全然的信號成為 那些技巧對你沒有用 北面有一些婚姻影 婚姻夫婚姻婚姻 婚姻婚姻 有一些人的經歷就是這樣 我在參加那個營會的時候 我好高興 我覺得 哦我學了很多 我就回來了 回來 離開三家之後 回到家中 三個禮拜之後 全部歸為人座 第二年我們再去吧 再去充電一下 第三年 不必了 每年都這樣充有什麼用啊 充完之後回來就兩禮拜 以前不知道 我們還以為我們是不知道 可以拿來 現在知道還是這個樣子 那後面 有很多時候你學的是技巧 可是你的生命就沒有跟神連結在一起 就不行 北美啊 有一些公司行好他們都有保險 保險裡面現在他們多了一項保險 叫做心理輔導 有一對夫婦 處得不來 就跑到去找這個公司的這個心理輔導 他們就說 他的轉介給你一個婚姻輔導 也可以保險 然後我去了 去了 談完之後 那個婚姻輔導跟他講說 你們還是離婚 我們來輔導 是要想辦法把他們建議我們離婚呢 他說因為我聽你們來講完了 你們兩個人實在不快樂 都已經四十多歲了 人生走一半了 在這樣的繼續不快樂下去 沒什麼意義 換一個人 換一個人可能會更好 所以你覺得不行的不行的就快樂 好不好 你們這個婚姻沒什麼救的 換人可能比較快 可是這兩個人聽了之後很傷心 就跑來找 我就跟他講 婚姻追求快樂 是不是目標 是不是 不敢講 當然是嘛 要不然你給婚姻補好好的 不必去找一個你不愛的人 生活在一起 天天大眼對小眼 婚姻 當然是要追求快樂 上帝設立婚姻制度 也是要讓我們快樂的嘛 但是快樂怎麼得到 世界的想法 找一個對的人 你就快樂 我現在找到人不對 聖經告訴我們說 讓你自己變成一個對的人 比你找一個對的人 比你找一個對的人 不要重要得多 你的婚姻出問題 可能不是對方的問題 可能是你自己 你要不要去思想一件事情 快樂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如果你活在老國裡面 你的生命不再改變 所以在老國裡面 你只能找到最終之樂 最終之樂 通通有後悔症 耶和華所示的福 使人付出力比較大 只有從神來的 才是正面的祖福 但是從神而來的 是透過你我士兵的改變 有人講婚姻就是兩個不完全的人 然後結合在一起 變完全了 你小說看多了 兩個不完全的人 結合在一起 是更大的不完全的人 除非這兩個人 願意被神改變 朝著神的方向改變 不是朝著對方改變 有人講說 好我們改變改變 我就忍耐了 我就配合他了 配合一個月兩個月 到了第三個月 通通炸開 全部還給你 生不下去了 對方不是標準大海 你為什麼要朝著對方改變 我們兩個人 一起朝著神的真理改變 兩個不完全的人 就越來越完全 你們經營的婚姻 就朝著完美的方向邁進 這是真理 所以真正的婚姻幸福 追求快樂 絕對是正確的標準 但是問題是說 你怎麼得到呢 你如果只是靠著你自己的老我的生命去得到 你是做不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這件事情 而神在我們身邊裡面 常常都有很多美好的帶領 逼著我們去面對 但是你不要走錯路 不要像這些世俗人們 辦法講講婚姻經營不好 歡迎一個人 下個會更好 我告訴你在美國他們統計出來 離婚率大概50% 離婚之後一年之內重婚的人 離婚率70%更高 你都沒有預備好 就再來 不完蛋 常常不是這樣子 有一次啊 我在教會裡面服侍 服侍的時候啊 突然間我發現 在我們的婦堂裡面 有一隻鳥飛進來 這鳥飛進來之後啊 它從門那裡飛進來 飛進來它飛不出去啊 因為鳥不知道什麼是窗戶 什麼是門 它如果真那麼聰明 就有點可怕 然後就是有個小的 它不知道 所以你就看到 我就發現那個鳥飛爛出去 它看著塌子 它看到窗戶 窗戶很亮啊 它不知道有玻璃嘛 對不對 這鳥的智慧就倒這邊啊 它就從那個窗戶一直下 就蹦就抓下去,然後跌下來 那也一起來,看裡面還有在往裡面,蹦又抓下去又下來 還好鳥可能腦比較小,沒怎麼腦震腦 我想撞那兩塊也差不多了,你看還蠻著急的 這鳥真的一直抓來抓去,我看它再抓下去,我還不行 側隱磁心出來,我來幫它,找了一根長的掃把,幹它 把它幹到我們那邊去,不幹 結果,我越幹了,鳥越飛,撞到冰箱,不要幹了 那怎麼辦呢? 他說,感謝神啊,我們基督徒有從神而來的職位 聖靈會提醒,突然間實際給我也一個看見 我就把所有的窗戶的窗簾都拉散 整個房間變黑了 然後我把門打開來,變成鳥都飛著去 你知道有的時候,神把你所有的門都關上了嗎? 對的是,神要你轉向它 你覺得你沒有夠,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你靠你自己的方法就跟鳥一樣,到處萬存萬存 用你的方法,用錢也好,找人關係也好,用你的智慧也好 你搞你的婚姻,搞到後來你什麼路都沒有了 你發現什麼都黑了,人生無望 你如果是基督徒,神一定給你改良 你覺得神弃絕你了,神不愛你了 神從來沒有老子 你老我達到一個地步 聽不見看不見神的錯位 神就讓你撞到後來沒有路 但是沒有路,不是祂忘記你,不是祂放棄你 沒有路,祂逼著你,去到祂面前 這叫做神的愛 上帝不會按著你所想要的方法 來處理你的問題 因為你我沒有那麼聰明 但是祂有一個爭議,祂有一個原則 祂會呆,祂會呆 你還不能祂呆 今天有一個婚姻講座 我來聽聽吧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救我的婚姻 袁康牧師,你所講的大朋友都聽過了 沒什麼了不起 你還沒走對方向來 方法很簡單 向神轉回 所有的技巧 是在一個健康的生命裡面 才產生力量 你要了解這件事情 你就會知道神奇妙的作為的力量 今天有很多時候 你對神有沒有那種堅定的心情 就像今天提醒各位 你祷告之後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那是其大的安慰你知道嗎 父照顧你 父不像四人打小眼 你有成功,你有成就 多照顧你一點 你沒有的散一邊去 沒有 每一個人都是神用重價買回來的 你極其尊貴 你不要像這個世界不認識神的人 整天在比較裡面去找自己 你不需要 因為你是按著神的形象樣式造的 而且他為你的軟弱 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卷 他為你 跟為那個全世界最有錢的基督徒 一樣的 你是很尊貴的那一個 他愛你 你知不知道 現在需要的 不是說神愛別人都愛我少 是你要不要向神轉回 你也許覺得我已經很成功了 我在每個領域裡面 我都是領袖 可是我的家搞成這個樣子 我把這個家掃進地毯底下 你不需要向神打開 承認 你有你不足的力量 不要走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是什麼 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就把一個人分成好多五分 這個人在某一個部分很成功 我們就把他碰上天 至於他的其他部分不重要 美國總統 克里頓在他的時代裡面 美國的經濟還不錯 我們都是好總統 至於柯里頓搞那個婚外情 哎呀我們用一句話講 那叫做私人行為 私人行為管道 私人行為要面對神 你們用的手機 Apple 以後我不知道你們都是用的 賈博士 近代的電子科技之父 他的發明大家都盡 考慈回答 你要不要讀賈博士出戰機 看看他的人際關係 看看他的夫妻關係 看完他的親子關係 只有四個字一塌糊塗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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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邊很成功就好了嘛 弟兄姊妹們 神看我們是全人 你知道嗎 這個世界看人大小眼 神看我們是全人 你的世界上 你的世界上成功 感謝主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你有什麼不是領袖 若是領袖 為何自保 法國不是領袖 上帝給你的頭腦 給你的智慧 給你的這種 這種 這種機會 然後做為你感恩 不要忘了你是誰 上帝看的是你全人 你全人 你全人 這個世界大小眼 只看一個人的一部分 上帝看你的全部 你的全部 你都會被上帝看 還是我們像一般人所一樣 我們盡量的誇張我們自己的優勢 然後去測開我們的弱力 你在人面前戴慣了面具 你在神的家中還要繼續戴面具 教會 要不要形成這個氛圍 我們也是一樣用世界的眼光大小眼 這個人奉獻很多 這個人對教會有很大的奉獻 這個人就很重要 至於那些人不重要 有些人基本上教會可有果物的 反正你也沒奉獻 來這邊基本上來這樣 穿的也滿不體面的 我們教會大家都在這裏 你進來之後 那是降低了我們的水準 教會有一個這麼可憐的包子 我在北北曙曙光教會 我們每年過年的時候 教會就辦一件事情 在國外 不像這邊你要亞洲 你要過團圓 吃團圓飯很容易 我們有家 我們國外都是比較 就是一家一家單獨 我就去外面一天出 所以每年過年的時候 教會就辦 在教會吃火鍋 我們今年我們辦了四十大桌 我教會你們辦了四十大桌 我帶一起來吃幾萬人 坐在一起吃 吃完之後 我永遠做一件事情 所有參與的人 我不管你在社會上 你是CEO也好 你是CFO也好 你是經理也好 你是成本也好 通通下來打掃 清羅社的清羅社 辦桌子的辦桌子 掃地的掃地 大家一起來 牧師 你帶頭坐 我每次一半桌子 那弟兄都把 你還有牧師啊 你不能搬啊 為什麼不能搬 我缺手帶腳啊 我要求你我就做廣樣嘛 甚至我還能搬那時候 再過幾年可能這裡搬不動 但是為了要做這個廣樣 我想省會讓我一直搬下去 我要感謝主 全教會一起來 全教會一起來 在做什麼事情 打破那種教會裡面 做我們打破的眼 教會第一件事情 全新政權的價值觀 弟兄姊妹們 容許我再講一件事情 你在神的手中是極其尊位 上帝愛 但是用祂的方法 你的傷口讓祂打開 你向祂轉回 熟悉的那些經文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 因此在你的困難處 祂也能 但是請記住 不是按照你的法 是按照祂的法 顧姆師他的方法在哪裡 上帝都沒有跟我講話 上帝借的這本聖經 一直在講話 你如果將你的行事為人 夫妻相同之道 回到聖經的正義裡面 就算你的處境還沒有轉彎 你已經站在皇宿的位置上 但是你如果一直想用這個世界的方法去改變 然後說上帝你來配合我 沒有用的 這個世界用一些很荒謬的方法 有沒有聽過 管道男人的胃就管道了他的心 所以太太們好去學做菜 我告訴你現在外面餐館怎麼多 你很累啊 你怎麼拼啊 有的人說 不對我們要維持一個健美的身材 有沒有 四五歲的女孩待在那邊阿羅卡 你把半天 我告訴你 連跳到死都沒有 一個二歲的年輕女孩就叫 那根本是呼不勒索 什麼做都沒有用 大部分都告訴我們 一定要外表跟他們來講 有比那個更重要的東西 有比那個更重要的東西 你有沒有去累積那一個阿 你有沒有去做那個阿 最後做一個例子 做結束 有一個醫生 很成功 很結束這個基督徒 他就參加他的小學同學會 在參加小學同學會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一個初戀情人在那邊 就發現這個初戀情人 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了 仍然長得很漂亮 而且大概會已經結束了 所以一個人 兩人就在同學會上面就聊起來 一聊起來之後 就看到說當初我們兩個怎麼分手 哎呦原來是一個誤會 誤會 誤會 澄清得太慢 哼 兩到三聊到愉快 老同學會結束的時候 誤會 過沒兩天 這個醫生就收到一天 這個初戀情人大來了 说某某某啊 我们那天聊得好愉快哦 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 我们两人单独的聚一聚 我们可以再重续以前的 我们的一些欢乐的时光 这医生就说 很抱歉啊 我自从结婚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单独的跟其他的异性吃饭 那你如果一定要请我 我可以带我带他来吗 那个人就说 那我们聊我们的事情都不太方便了 不太方便 那我也不太方便 我不能来 这又有点气 心一想 你那个老婆 我现在已经见过 徐良班老 跟我没个比 她还会说 再过了两年 因为过了两年又写一个星 给这个医生寄去 然后在那个信上面写 叫 Only for you 只有你可以看 这个医生拿到这封信 圆界封起来 退回去 上面附的小便条 自从我太太结婚开始 我们就没有单独的她跟我 什么事情都是我们 现在如果是Only for you 那就去拿回吧 哎呀 这个很瘦的东西 剩下这红毛身上 我就不相信我比我一个老婆 再隔两天 直接登门造访 直接到医院 见了这个医生 就说 我有输给你老婆吗 我们不是已经讲好当初我们是误会而分开 难道我们有任何的机会吗 这个医生讲话很有意思 她说 我是个学医的 我知道一个人的激情 这个荷尔蒙的影响 大概对一个人就是九个月 一个新的对象来 对我的冲击大概九个月 九个月以后啊 这个机器都没有了 她说 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太太这么多年来 我们将近二十多年 三十年的岁月里面 我们有多少人生的岁月 是我们一起走过的 我们出来念诸位 念一课的时候没有钱 她去打工 让我念诸位 等到我拿到了我的学位出来试念的时候 应该是她去念诸的时候 她去怀孕了 她就放下她学习的机会 什么叫这个孩子 我们的孩子出生 我们共同面对 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每一刻 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父母离开的时候 我们彼此相拥而起 扶持着走过的一段痛苦的岁月 当我们在事业上面 有各样挫折的时候 唯一在背后支持我的 抹干我的眼泪 是我的妻子 你现在看她 蓬头共灭 她现在没有像你一样 打扮得花枝招展 那是因为她把她的所有的时间 放在我跟孩子的身上 我为什么要为九个月的激情 陪她这些生命里面的五家 你跟你的配偶 你跟你的配偶 凝造了多少这些五家的责任 求神帮助我们 按着圣经的证明 活出那个和尚心的生活 你一定可以享受 从神所持 人所不能夺取的夫妻 听到报道呢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 改安能为这个下午 我们按着圣经证明来分享 主婚姻是你自己 造人的时候 所制定下来的一个制度 你愿意在婚姻里面 使我们更完全 你说那人独具不好 我要照你配偶来帮助 天父在这个有罪的时代 人常常按着自己的方法 经营自己的婚姻 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天父我们何其又行 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认识 在你所赏识的圣经里面明白真理 在你所赐的圣灵里面 我们天天可以回应圣灵的感动 和带领 愿主帮助你的儿女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 用我们的家庭做见证 用我们的家庭传福音 在这个时代 我们做光作业 也让我们因着生命的更新 我们在有限的今生 享受到 从女儿来所赐的福分 远远超过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回应 帮助我们 借着这些生命里面的成长 给你经历 坚定我们的心情 直到我们所幸的是 又真又火又爱我们的神 以至于我们可以 从今生到永恒 都活在你的本殿之中 谢谢主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佛主的明求 阿们 阿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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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